公主还满意吗 萧将军 醉烈 你永远就杀了我 萧将军这么近的一张脸 杀了多可惜啊 但公主还没快活够呢 你想做什么 这可是西域醉烈的魅药 只要喝下一滴 若不能及时寻欢 就会暴体而亡 可还满意 苏人离你敢 这不是什么放任你放松的权利 贝皮 我要杀了你 大骊国最逍遥的将军又怎样 还不是成为本公主的行驾沉 不是吧 这个公主这么变态的吗 我的少年将军就这么被糟蹋了 不要啊 少年将军 过去 过去 我穿远了 我穿远了 少年将军 过去 我穿远了 你身为公主 荒心无度 王国将尘设计 我 现在 将本将军求为晋鸾 不是 我 死不足惜 我 我 死云离 我要杀了你 还好还好 这是一场梦 这个就差点把我小命准备了 公主殿下 您要的人 黄世卫已经给您带来了 公主 我 不对 这 这还是三虎带 我这是 重生啊 你说什么呢 咱们快去看看呀 什么呀 看那看那 这里 不是园居中 园主和少年将军 初见识的场景吗 走 快走 少年将军 剑某公主 少年将军好帅啊 这人比在电视里还要帅 更逆天 怪不得园主会对他剑丝起义 好吓人 看来我不仅穿越了 还重生了 不行不行 这一次 我一定不能被杀掉 我要活着 来人 给我捆了 送公主床上 苏与丁 一定想不到 我重生了 这一次 我一定早早杀了你 一绝后患 就你个小白脸 也敢跟我抢公主 公主只能是我的 找死 死不良力 给我上 怎么打起来了 他不会让我杀了我吧 苏与丁 我杀了你 不行 小 garn还不能留 我得赶紧把这个温神送走 好了好了 本公主烦了 小纽的瓜不甜 竟然消失我也不愿意 我将仰慕公主许久 愿成为公主的贴身侍卫 还愿公主成全 我心的元旅里 他不是不乐意吗 怎么突然转型了 不行 我不同意 若是公主不同意 属下就算被打死 也绝不会后退半分 不是 我不能 公主 萧侍卫可是您之前 费了好大劲 才跟皇上要来的人 现在反悔了 恐怕会惹恼皇上 上一世我几次逃离魏国 烦躁他变本加厉的玩弄 这一世 不如索性留在他身边 也好找寻时机 尽早取他性命 贵妃娘娘到 小谷小姐到 相府小姐 我记得远距离 她可是萧依涵的官陪 拜见贵妃娘娘 这皇宫可不是你的公主府 如此闹腾 成何体统 公主前几日 抢了一群侍卫 本宫听闻 本该侍奉本宫的也在此恋 今日正好撞见 不如就把他赔给本宫吧 好 公主 你把属下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把属下当什么了 属下这辈子 只会留在公主身边 负责属下 小侍卫 哪里话 放心 本公主 自然是要聚礼力争 不会轻易将 萧侍卫 送给他人的 放心 如此甚好 就知道他担心如恕 用自我之招 向我的罪管用 好 像是不行 我公主寻了多少侍卫 你大可在公主府 再寻回去 萧依涵 给料 蹦躺 身为公主 荒淫无度 如此不知自爱 我大骊国的脸面 都被你丢尽了 贵妃娘娘哪里话 你现在 不也在跟本公主 抢男人吗 你又高贵在哪儿了 你放肆 贵妃娘娘息怒 公主息怒 都是臣女仰慕 萧侍卫已久 早已认定了她 还望公主开恩 就将萧侍卫还给我吧 把她惹情 恐怕会要我小命 争取感化她 大概就能保住 小命了吧 区区一个事物 本公还不相信 本公做不了主了 来人 把她拿下 我看谁敢动她 竟敢跟本公动手 我有什么不敢的 您刚刚不都说了吗 我是一个厚颜无耻 荒淫无度的公主 我都是大骊国的耻辱了 抽几个人算什么 我就怕 我这鞭子不长眼 抽中了贵妃娘娘 您 疯了 全疯了 红子 是 苏云离 我们走着瞧 招待我 没错 公主说十分欣赏小侍卫 来了公主府 就像自己家里一样 莫有居属 小侍卫 我去 这啥啊 不知道公主 要如何招待书下 这个祸 这一次 我一定不会再措施机会 完了完了完了 娘主儿这么花的吗 这我该如何解释啊 这都怎么回事 回公主 这些可都是平日里 珍宝格里 您最喜欢的物件 往日新来南宠 都会选上这些来尽兴 有什么不妥吗 哪里都不妥 行了行了 快走快走 要不 替我给你解释解释 不知道公主 想让属下从哪个开始 死定了 今日本公主 有新的玩法 保准能招待好小侍卫 不如 一起试试 试什么 小侍卫口渴了吧 这可是烧好的宫廷玉井 你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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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孙伯有别 这种事情 怎么可以劳烦公主 给我珍酒呢 还是公主先喝 这都无色无味 孙虑 你的死期到了 我 我 我 小叔还是莫要与本公主见外 不过就是一杯酒而已 之前的事情多有得罪 还望小叔与莫要往心里去 他发现了 你就别客气了 我干了 随意 喝呀 喝呀 公主 皇粮求见 皇粮这么晚还来找本公主 肯定是有事 我去看看 公主说要好声招待我 还未进行 你要去哪儿 若想叮嘱她 就要彻底断了她身边的人才行 小师尾 这是做什么 公主既然说要好声招待我 怎能心不在意 你看外面天都这么黑了 皇粮这个时候来找我 肯定是有事 我这就看看 一会儿就回 这下午怎么这么难成 公主 公主 好 好你个萧义涵 手段果然了得 想把公主从我身边抢走 做梦 今日这笔账 我记下了 日后定会找你清算 都怪萧义涵那个小白脸 缠了公主一夜 害得皇粮跪了一宿 还真是小看了萧义涵这个 以贴身事物的身份勾引公主 还阻止公主出来见我 这笔账 我皇粮记下来 我一定要让它好看 昨夜宿运离最岛 想要在公主府动手 恐怕难以脱身 看来 还需另寻其他办法 萧之伟 你来得正好 快去救救皇粮吧 皇粮 是啊 最近宫外马匪肆虐 昨夜皇粮前去禀报 奈何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就在城南的郊外 劳烦萧侍卫前去寻找一下吧 好 哼 黄粮这招还真是高啊 他双拳难低四手 恐怕是回不来了 什么回不来了 没什么 黄粮出府还没回来 萧侍卫已经去寻人了 所以黄粮匆区 一终于忌亚 所以黄粮匆忙前来 像是有什么事抓我 我得立马去看看 伤本就是ries 得罪吧 少侠 少侠 少侠饶命啊 少侠 我面试拿钱办事 只要拿钱 谁的命都可以买吗 苏勋玲 你们想干嘛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若是你们敢欺负我 我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我管你是谁 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得做老子的刀下魂 没想到 这小妞长得还挺标致 就这么杀了 有点可惜啊 不如 你们要是敢动我的话 我爹将你们不得好死错过杨徽 让所谓牡丹花驾驶 做鬼也风流啊 小妞长 救我啊 小妞长 小妞长 救我啊 救我啊 小妞长 小妞长 救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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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混蛋 无趣的性命 躺去吃铃吃味 行如此下锁之事 小妞长 没想到还是皮胭脂嘛 性子挺烈啊 我喜欢 等一下 我可是大力国公主 你们要是敢动我的话 就不怕住了你们的九族吗 公主好啊 你说这辈子 还没睡过公主呢 今天 咱们也当一回驸马爷 哈 哈 小姨 你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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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将军之所以就想你 不过是不屑于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罢了 不然 又和你这个祸国公主 有什么不同 公主吃些东西吧 都怪那萧义涵保护不周 方才陛下口谕 已经军阀处置严惩她了 这下公主也能出口气了 什么 这和萧义涵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给我拉臭汗吗 公主 公主 你护驾不力 能保全小命 还要感恩还恩厚荡 最后二十丈 能不能挺过去 就看你了 住手 公主 你没听到吗 公主 属下已是奉命行事 还望公主不要作蓝 你有能耐去连本公主一起的 父皇 父皇那儿只有我去禀告 滚 所以 你没事吧 来人啊 小太医 快叫太医啊 来人啊 小太医 快叫太医啊 来人啊 父皇 父皇也真是的 怎么能动不动就打人呢 我来看看 公主 公主在做什么 我想帮你上腰 好 这样够了吗 公主大非洲章把属下留下 不单单想让我做个侍卫这么简单吧 我跟你说 我 我不吃你这一套啊 你都受伤了 要是感染了风寒 可别怪我 公主分明是考试心扉 圣旨到 不知王公这是 传陛下考虑 陛下念及公主安危 特在三日后 举办侍卫甄选大赛 父公主周全 随行公主左右 末将领命 谢陛下 没想到 萧一涵那次如此命大 父亲自己没死 还差点害了公主 要 这不是皇侍卫吗 白小姐 你来做什么 我来是想找皇侍卫谈个交易的 你想要公主 我想要萧一涵 不如我们互相联手成全对方 何乐而不为呢 说得轻巧 怎么成全 只要你参加侍卫大会 我会帮你拔得头筹 届时自然就有机会了 对呀 只要我拿下魁首 成为侍卫统领 到时候就可以将萧一涵 驱逐出府 此次侍卫甄选大赛 现在开始 还好白银银提前帮我买通的众人 你这魁首知问我势死必得 可还有人与我一战 哪有我 你怎么来了 你一再坏我好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真是不喜活了是吧 我们之间确实有笔账要好好的算一算 王公公 萧侍卫身上有伤 我恐甚至不 也不愿再让他伤上加伤 还望王公公 取消他的资格 生死由命 开始吧 生死由命 开始吧 好 算你有准 等下伤了死了 可别怪我 就凭你 给我提鞋都不配 你找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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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遗憾你敢对我一下试试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 要么认输 要么死 三 二 一 我认输 我认输 我宣布 此次侍卫甄选大赛最终胜出者 小遗憾 封玉前侍卫 可率领精卫数千 可贴身嗜好 保护公主安全 太好了 你有没有受伤 痛不痛 嗯 陛下 王公公曾说 获胜者可以求一个赏 属下有仪式 还望公主成全 你说 我要公主向众人许诺 从今以后贴身侍卫只能有我一人 绝对不允许再受其他人 好 我答应你 多谢公主 我 如此一来 他身边只有我 想取这性命 一如凡尘 一定是苏云黎故意让萧义涵前去鄙视的 如此便可将人留在身边了 真是狡猾至极 嗯 那萧义涵不过就是个白脸 凭什么得公主青睐 王侍卫默契 过几日便是春日宴了 大离的名门贵女都会前来 萧义涵若是和闺门小姐传住点声啊 在众人见证之下 自然是要负责的 这能和萧义涵有点什么的闺门小姐 想必就是白小姐吧 只要你帮我将这消息传扬出去 届时你我二人自然可得偿所愿 这苏云黎简直是我们大离国的耻辱 丢尽了我们名门贵女的脸面 仗着自己的公主身份养了一院子男宠不说 竟敢强强你心上人 真是岂有此理 郡主也不必为我打抱不平 这可能就是命吧 我与萧郎注定是有缘无分了 盈盈你放心 这事我给你做主 等会她苏云黎来了 我定叫她好看 全了你们这对有情人 多谢郡主 多谢郡主 云黎公主到 云黎 这几日不见 身边又添星人了 没办法 长得漂亮 是这样的 今日是春日夜 在座都是女眷 萧统领一见男子在此 恐有不妥 我派人带你去偏店吧 去吧 我待会儿就来许你 是 萧统领 我带你过去吧 苏云黎 你还真有脸来参加春日夜 你还真有脸来参加春日夜 当真不知道自己有多讨人闲吗 要不是剧情需要 我也不想来 你什么在这装疯卖傻 就算陛下宠爱你 可你仗着自己的公主身份 荒淫成性 男宠无数 把我们大骊国女郡的脸都丢尽了 今日大家都在这儿 你总是要给个说法吧 不如大家弥补公主府 相中了谁就带谁回去 怎么样 你贵为公主 竟如此不知羞 既然公主名顽不灵 那我们只好联名上奏了 我想陛下 不会不顾名义 任你肆意妄为吧 怎么 男人三妻四妾就可以 本公主不过就是多说了几个男人 贵久了 都站不起来了是吧 你什么你 不用和其他人共事一夫 在这儿的各位小姐 难道都不想吗 还是不敢说出来啊 都是千年的狐狸 在这儿跟我玩什么聊斋呢 好 你们就联名上奏 本公主有的是时间 我逐一寻仇 小哥哥 小哥哥 当年在宫中我为取纸鸢自书上掉下 多亏小哥哥相救 这件事我便一直念你至今 小母职责所在 不论是谁都不会坐视不理 白小姐在我心中并无不同 我不信 你知道我的心意的 你心里也是有我的 都是苏云丽 是她强迫你的对不起 白小姐 你我不过几面之缘 谈何情意 是我多言了 因为哥哥准备了一些吃食 小哥哥在此等候片刻 我去去就来 我记得剧中 白音音和萧义涵在片殿私会 被原主撞见后 还因吃醋 将萧义涵领回去好生折磨 这一次 我一定要成全他们俩 时辰不早了 还请郡主带我一步偏电 好与萧统领一同回府 好啊 我这就带你过去 这迷香效果甚好 现在就只等苏云离来了 这迷香效果一般 恐怕让白小姐失望了 白音音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对你不感兴趣 识相的话 就离我远点 不会 不会的 一定是苏云离 是苏云离她威胁了你 我不会放弃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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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拜见公主 你怎么在这 白音音呢 你们怎么没在一起 我为何要和白小姐在一起 我是公主的贴身侍卫 虽然是为公主马首是真 什么情况 剧情怎么对不上了呀 公主 我就说萧义涵不是个好东西 既然做出那种狗血之事 实在是 你怎么回来了 本公主也想知道 她怎么回来了 好了 本公主要休息了 你们俩都别来烦我 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原本我还想着 借着这次春日宴 成全了萧义涵和白音音 可怎么 还是按照原剧情的走向 跟我回到公主府呢 只不过 只不过 这一次 她倒是自愿给我回来的 我该不会是 成功把她攻略 她喜欢上了我吧 不行 我要是跟她走得越近 那我不就死得越快嘛 苏云离 你一定要清醒 这个苏云离近日十分古怪 竟然抓不到她任何把柄 比起上一世 倒像是换了个人 小义涵 怎么样 倘若她当真改过 留她一命倒也未成不可 本公主美吗 不可能 她可是我和公主苏云离 最会骗人 不能被她骗了 啊 说话呀 公主 您这是干什么 本公主也到了该出阁的年纪 我已经启禀了父皇 为我挑选了几位驸马 人选一会儿就到 不如 销售也替本公主挑选挑选 驸马 嗯 有课到 走吧 一个个画质招臣 哪里是招选驸马 想看南城外城 啊 见过公主 啊 景仪相公既然都到了 快快里面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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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贤弟 公主如此热情 你们俩就不要害羞了 快快快上座 上座 怎么 这就是 你要找的夫婿 对啊 怎么样 这位赵大学士 老当义壮 学赴武车 李老套花 人虽然瘦弱了点 但好在 别人浪漫 吃冷吃热 这位五老侯爷 更是不得了 如果他不说 你知道 他是这里面 年纪最大的吗 小语涵 你可是本公主的贴身侍卫 你的意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你可得帮本公主好好看看 属下一定帮公主 好好地选一选 先干为敬 不知道各位 有何诚意 前来求娶啊 赵某身为学士 自有文人风骨 家中有糟糠之期不可弃 若是进门 理应为妻 上公主给你做妻 你家是有矿呢 李某自幼财书学浅 年过六十财重碳丸 成年 丙灯夜读 熬坏了眼 多年 只比 手也不太利算了 理解理解理解 家中无甚所事 只要公主你 能不辞辛苦 伺候我安度晚年即可 好好好 六十财重我叹花 您哪是什么财书学浅 分明就是 老侯爷您呢 老夫前半生是 争战沙场 为自己争得了侯门爵位 这才想着要活出自己的风采 现在家中有依食二房 倘若有缘分 恐还会有姐妹相伴 岂不乐哉 好好好 围绕不尊 好好好 三位的情况我都了解了 都非常优秀 难分伯仲 实在让本公主有些难选啊 选什么选 赶紧给我滚 选什么选 赶紧给我滚 怎么都走了呀 我还没相看完呢 苏云里 你到底在耍什么 你在说什么呀 不能让她知晓 我重生迷失的事情 是属下唐突了 属下觉得 公主风华正宝 为何要选这几个 将要入土之人 小义涵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属下只是觉得 以公主的美貌和权利 甚至只要公主愿意 就连将军你也可以 将军 什么将军 小义涵 你在说什么 属下只是打个比方 以公主的身份 自是谁人都赔得上的 好了好了 总之呢 我根本就不想要什么难选 也不喜欢什么将军 你可能不太了解 我就喜欢老桃 属下为何从来都不知道 公主有这种喜好 还是说 还是说 公主是在躲避属下 还是说公主 公主是在躲避属下 这张富满一事 我还要去 同父皇禀告 你就在府里等我 难不成是他发现了什么 起了防备之心 小义涵 藏什么呢 是 好啊 小义涵 竟敢拿这种下作之物 会乱公主父 我要去公主那里告发你 正好借皇梁的手 试探一下苏玉璃 皇室卫这是何意 属下要告发萧义涵 对公主意图不轨 还望公主将此人驱逐身侧 皇梁同样可以守护公主安全 这萧义涵 现在不仅对我贼心不死 还不然这么大 只要公主一声令下 皇梁就去把那个萧义涵抓过来 杖则八十 驱逐出府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 万万万要是 把萧义涵打几眼了 到时候 说不定先死的人就是我 这些都是本公主 让萧义涵去拿的 若公主愿意 皇梁也可以代劳 公主 您都好久没有让我伺候您了 我不信了 我不信 也不劳烦了 谢谢 公主 陛下 本公主的话你都不听了吧 不就是长了张好看的脸吗 萧义涵 我们走着瞧 这苏云林 当真是转了性无欲 你怎么走路没事啊 公主似乎 很怕我 荒唐 我堂堂一国公主 还怕你不成 是吗 公主平日喜好南色 可自从把属下招到身边 就变得如此清新寡欲 那是因为 我受了匪徒的惊吓 决定改过自信 远离南色赤斋念佛以求福音 这些东西都给我拿走 等公主念你是出发 暂且就先不跟你计较了 下不为例 为何这一世的苏云林 会比上一世的更让人瞩目不透 苏云林 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公主殿下 你这是在做什么 请睡得如此真 这苏云林不害人事 倒还挺可爱的 小月儿 别杀我 别杀我 什么 苏你知晓我想做什么 那近日的种种倒是明了了 你果然是在做心 孙女 恐怕还真要对你下的猛妖了 你这近日就思考临着 抓紧 是 比较 我们的 更我们的 我们的 脸 都是 以后 因为 他不会还想杀我吧 不能 他肯定是被我赶化了 小悠表白 上一时 我曾在这里伏击速运离 致他重伤 若他当真知晓 便不会前来复约 小一涵 小一涵 见人来了 走 怎么约我出来又见不到人啊 小一涵 站住 你 你们要干嘛 谁派你们来的 苏云丽看来并不知晓 我重生之事 若因赴我的约受了伤 反而暴露了我的目的 难不成事 警觉了他 去死吧 去死吧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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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你怎么那么傻 是我错怪了你 苏云丽 你一定不要有事 小夕 小夕 苏云丽 你还真是会捉摸任心 要不是我轻而听见 就该被你骗了 小夕 那是 小夕 小夕 你还真是会捉摸 我 你会捉摸 不就 我 你会捉摸 你也不再捉摸 不再捉摸 我也不好再好意思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既然已经摊牌了 那公主想要如何 萧义涵 若你肯收下这种心思 我就当没这回事发生 如何 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 你喜欢我哪一点 我改还不行吗 公主的意思是 我喜欢你 那不然呢 你先是一开始 要求做我唯一的贴身侍卫 然后呢 又把这些我相看的夫婿赶走 还总是喜欢喜怒无常 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今日后山孤男寡女 若不是刺客突然出现 谁知道你想干什么 那公主呢 是否也喜欢在下 我都跟你说了 最近喜欢修身养性 礼佛求道 不惜男人之事 真的吗 我跟你说 你别乱来啊 公主何必压抑自己的天性 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小遗憾你混蛋 我现在是为了救你受伤 可又将黄粮筐骗了回去 就是为了护你周全 你却这样欺辱我 你当真以为本公主 不敢轻易处置你吗 你别哭了 那个你 你别哭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本公主不想再看到你 你给我走 走 不能再继续和小遗憾纠缠下去了 你得尽快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你得要尽快撞合她和白莺莺 今天的宴会十分重要 不仅有满朝文武 更有别国使臣拜访 这光辉于两国的建交 若能休战 这对两国百姓来说 无疑也是一道福祉 公主所言极是 越来越让属下刮目相看 这条路的景致很好 我们走这儿吧 是 救命 小遗憾 有人遇险了 你快去救她 去 救命啊 快来人 快来人救救我家小姐 小统领 你快救救我家小姐 我家小姐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他们二人二次定情 就是因为原主 害白莺莺遇险 被小遗憾英雄救美后 私定终身 若不是原主霸道强之爱 估计这两人 早已成为了一段佳话 小哥哥 果然是你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这一次 总算成了 小哥哥 果然是你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我心里 总感觉怪怪的 我该不会是喜欢上她了吧 难不成 我真的对她见色起义了 公主殿下 又是对谁见色起义 又起了什么想法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我真的对她见色起义了 我真的对她见色起义了 你怎么在这儿 真是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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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云梨 时辰不早了 我们得赶紧去公宴了 公主是否在恼怒 属下越界一事 什么越界不越界 本公主有一院子的男宠 什么场面没见过 这点小事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怎么 难不成 萧侍卫想让本公主 在这里闯心你 那个 时间不早了 使者们都在等着 莫有怠慢的时间 yes 电视剧里反客为主这招 果然管用 嗯 嗯 众目睽睽之下 真是不知恋耻 不过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我自有办法让苏云梨当众下不了台 众目睽睽之下 真是不知恋耻 不过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我自有办法让苏云梨当众下不了台 哼 禀陛下 听闻玉浅郡主武艺卓卓 臣女斗胆恳请郡主 为远道而来的客人献武一曲 也体现我大国之仪 玉浅身为大骊国郡主 愿意献武 没想到苏云浅还真有两把刷子 跳得真的很好看 你觉得呢 不过就是普通舞蹈罢了 有什么好稀奇的 好 好 好啊 苏云梨 等一下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早就听闻 这玉浅郡主一双扇子捂得出声入话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呢 不愧是玉浅郡主 真乃我大骊风范哪 很好 君主想要什么赏赐 朕都能满足你 回陛下 我要 我要她 我要她 玉浅指的是云梨公主 云梨贵为大骊国公主 既是县武 自然也要彰显成衣才是 我大骊真是卧虎藏龙 听闻公主府夜夜声歌 不如公主也献舞一曲 同郡主一起献礼 也好展现我大国之情意 好事成双 岂不是一段佳话 还公主府夜夜声歌 白樱樱你现在骂人可真是高气 苏云梨只知道吃喝玩了 那还会什么跳舞啊 这个提议好啊 得见公主惊鸿之舞 荣幸之志 有郡主诸遇在前 本公主就不献丑了 可是因为公主身份尊贵 看不上我的小姑来使 公主就莫再推辞 献舞一曲吧 这废物公主 整日学患作乐 根本就不会跳舞 等下定会在使臣面前出丑 丢了大骊的脸面 陛下也不会再护着她 小姐这招真是高明 圣炎 虽然原主不会 但我会 如果有人许善知我 疲惫里细带于我 好 好好好 这不可能 大骊国不愧是大国风范 公主所舞简直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都是临场发挥罢了 公业妙子 禀陛下 臣女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来 臣女认为 公主此舞似有不同 哦 哪里不同 回禀陛下 身为一国公主 时不该将这等府内 声歌之艳舞 陷于朝堂之上 让外使人看了笑话 实在是有失一国言念 就是 平日里跟男宠跳的这些艳舞 也敢拿来跳 对啊 这种魅族之舞 确实犹如斯文 公主私下作风不良也就算了 在士臣面前这成何体统 够啊 够啊 本公主 本公主所跳之舞 乃是在外游历之时 学习的他国之舞 相府小姐出声跪门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自是不知这府院外的精彩 更不知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本公主原谅你的不知 臣女也是为大骊国着想 臣女不是有意要冒犯公主 还望公主莫要责怪才是 白莺莺 朕暂且不怪你 先下去吧 苏云礼 你欺负白莺莺算什么本事 那你倒是说说 这不是艳舞又是什么 本公主寻习之舞的国家 女子都肆意洒脱 舞蹈也好穿着也罢 都是为了取悦女子自己 而非取悦男子 本公主所展现的 绝非一人一女之姿 而是以小窥大 展现家之貌 国之美 说得好 大骊有这个公主 莫拉国确实佩服 大骊真心欢迎各位的到来 巧舌如荒 真是火国殃民 没关系 谁叫到最后 还不一定 这些都是我大骊 赠予莫拉国的礼物 我代莫拉国君 先谢过礼主 听闻莫拉国最喜爱珠宝 这是我大骊上好的玉石 请最好的将人师父打造 玉乃和美之兆 也象征着我们两国和和美美 长久昌盛 好 不愧是丞相之女之书打理 善解人意 不知公主殿下此次为使臣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啊 不知公主殿下此次为使臣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啊 身为骊国公主 刚才义武已经惊艳重任 想来所献之礼也定非凡品 必定能彰显我泱泱大国辉煌与气派 公主你说对吧 如此一来可真是让人期待 公主殿下您平时交说饮一惯了 这可是关乎两国情义的礼物 容不得出半点差错 公主你可想好了 白小姐这话好像是盼着我出丑的呀 你异于何为啊 臣女不过是好心提醒 公主何必一再针对臣女 既然公主已经胜券在握 那就让大家开开眼吧 小翠 苏云黎您虽贵为异国公主 拿着破损的万里江山图堂塞使臣 实在是有损异国之颜面 禀陛下 苏云黎如此不知轻重 还望陛下责罚 白莺莺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能不能先别急 再好好看看呢 既然没有损坏 怎么会这样 皇上是怎么办似的 怎么 公主的献礼 你还盼着她损坏不成 臣女不敢 臣女也是一时心急 生怕有损两国邦交 出了什么差错 公主的礼物果非凡品 臣女也是开了眼了 这便是我送给莫拉国的礼物 我大骊国的万里江山图 以独到的笔锋展开巍峨画卷 展示我国大好河山的无上之美 好啊 好啊 不愧是大骊国 这万里江山好生恢弘 上一世万里江山图破损 陛下阵弄 还关了苏云里好一阵子禁闭 我也因此获得了机会前去剿匪 正了军功成了将军 如今看来 恐怕这日后的走向 非我能照顾 也许 无需杀了苏云里 也会有不同的结局 也未可知 我不是跟你交代过 让黄梁把万里江山图给划了吗 你跟城华怎么做似的 小姐 我是按照您吩咐的交代了 黄梁也都应下 并且保证已经划烂了万里江山图啊 废物 我真的是冤枉的小姐 我怎么可能不仔细按照您的吩咐做事呢 一天是黄梁 还在帮着苏云里 呦 白小姐在这里恼羞成怒 训斥奴婢呢 公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刚刚出镜了风头 怎么不在里面待着 本公主这风头 还不是要多谢小姐的清忙相助吗 你说什么 臣女听不懂 你打我 我打你又怎么样 还要翘日子吗 白莺莺 本公主不找你麻烦 你是不是就忘了我在外的名声了 我霍国殃民都敢 打了你又如何 你想干什么 我可是相府的大小姐 相府小姐又如何 苏亦浅身为郡主 还不是被禁祖府中了 左右不过是我和父皇的一句话的事而已 他此番受你指使 只不过是小惩大戒 反倒是你 三番五次地害我 如此狼子野心 白莺莺 别说你是相府小姐 就算是白贵妃我也敢打 要不是我知道原剧情提前召唤了 这次还不是要找着她的道 你竟敢对我姑姑不敬 她可是贵妃 一个小虾有什么好耀武扬威的 萧统领征战四方 我承认我就是想害你怎么了 只有你被废了 她才能解脱 你不就是照着公主的身份才能作威作福吗 这次侥幸让你逃脱了 下次可不一定 这次是侥幸让你逃脱了 下次可不一定 果然是官培 这么快就推动剧情走向啊 让我还有些感动 苏云霓 你根本配不上萧绿涵 好难而治在四方 而你只会害了她 不如 我顺手推中将萧绿涵送给她的了 要萧绿涵是吧 行 本公主送给你了 公主 求求你放过我吧 真不是我做的 这 这可比那些爱豆 流量明星的眼睛好太多了吧 公主 你在做什么 我 萧统领 求你帮我跟公主求求情吧 我是真心爱慕于你吧 公主 满怨都是男宠 根本不缺男人 何必要折入萧统领 还要拆下我们呢 刚刚在宴会上 新雪氏公主 有些误会 我才来跟她解释的 许是说错了话 惹得公主厌烦 这才对我大打出手 白小姐真是 好演技啊 小姐 现在才是完整的过程 这一下 确实是我推的 这一下 确实是我推的 萧统领 苏云离她当众行凶 你不能不管 公主则发白小姐 自有她的道理 萧依涵人为言轻 怕是不能够帮白小姐做主 萧统领 这苏云离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呀 她是大力国 最上不了台面的公主 天天交涉 隐医会乱恭维 你竟然还帮着她说话 白小姐慎言 公宴之上 白小姐几次挑起是非斗争 好在并未酿成大错 若是两国生出什么嫌隙 届时战乱四起 百姓流离失所 白小姐可担待得起 可是我这些都是为了你啊 白小姐 我早就和你说过 我对你并无兴趣 白小姐请自重 公主 时辰不早了 我们回宫宴吧 好 苏云离 给我等着 现在的剧情走向 已经不是我能看清的了 那我又何必大费周章的 去撮合这所谓的官配呢 不如我想个办法 尽管让香玉涵中的军功 如此一来 也算是全了一桩好事 刚好 莫拉国使臣在这 三日后 朕将举办皇家狩猎大会 届时可以一赌我 大骊将士的风采 狩猎大会 太好了 机会来了 父皇 我想推荐我的侍卫 萧义涵 去参加狩猎大会 必能拔得头筹 届时 还想跟父皇讨个封赏 好 若得头筹 要什么封赏 朕都允了 谢父皇 谢过陛下 小义涵 相信我 这一次 你一定可以一鸣惊人 狩猎大会 刀剑无眼 苏英离 你可要小心自己的小命呢 公主 萧统领让属下 给您传个话 什么话 他人呢 萧统领说 他在后山等你 有重要的话 要同公主讲 狩猎大会就要开始了 突然约我去后山干嘛 萧统领请公主 务必前去 我知道了 白小姐放心 人已经埋伏好了 做得不错 拿着银子快点走吧 见到公主了吗 公主 方才好像向后山那边去了 后山 小义涵 小义涵 你在哪儿啊 数列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小义涵 小义涵 快跑 这不是 园主对白燕燕用的手段吗 怎么用到我身上了 不行 我们要紧 公主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小义 还好有你 没事了公主 别跑 有我在 不会有任何危险 啊 对了 数列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要赶紧过去了 好 啊 幸好你没事 我们快进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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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您平日玩乐惯了 狩猎场上见识无也 您可要保重身体啊 是你 你在害我 公主哪里话 臣女只是好心提醒啊 皇家狩猎大赛 一炷香的时间内 谁能受到的猎物最多 难度最大 就是最后的胜出场 现在比赛开始 怎么是你 不然公主以为是谁 身为公主的室温 自然应该陪在公主身旁 现在是狩猎的时间 你赶紧去打猎 你得夺冠 我若是去打猎了 谁来保护你 刚才我都快死了 也没见你活多重去 谁的家 是谁 是谁 可以啊 不愧是白家看上的人 果然敏锐 是白莺莺派你们来的 喂 姚子 石像的赶紧跟我们走 没让哥几个捧着去 那就不好看了 就凭你人气可能奈我何 老大 大淡 你可能在你身上 还给我 剩的 你得够干吗 你不想 过来 你得够干吗 咱们 啊 琴 啊 哎呀 呃 去啊 呃 呃 呃 等一下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大力国的公主 你们杀我 我就是为了求财 我给你们十倍 胜利可这么差小数 是吧是吧 谁会跟强购不起呢 我 对吧 你说的话谁信 是啊 杀了你这个荒颜无道的公主 小一海 小一海你还有没有事 你还好吗 我没事 公主你有事吗 我没事 我好得很 你还好吗 来人啊 有人吗 小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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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小一海 糟了 有毒 没想到你紧给我做到书的 你醒了 好一点了吗 小一海你快醒醒 你千万不能有事 太好了 是包治百病的仙剑草 小一海等着我 呲 呲 呲 酥 没时间考虑了 我们先遇见 好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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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会好的 苏云梨 我杀了你 你醒了 看来这药果然有用 为什么要救我 什么 你明明可以自己逃走 为什么要给我朝解药 为什么要给我喂药 你为什么要救我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你武艺这么高强 这次我治好了你 日后要是我遇到什么坏人 你不也可以救我一命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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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的伤有没有好一点 有 哪里不舒服 我去给你采药 要是男医 留在这里多抱一会就好了 我看你的伤着瞧好 回来了 参见陛下 我呢 怎么没见公主啊 公主不会是打不到猎物 没有脸面回来了吧 只要苏云你一死 萧尹函就是我的了 萧将军呢 怎么不见萧将军回来啊 萧将军是公主的贴身士卫 从来都是刑人 我这次没见着 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现在派人进入树林 给人找 务必将公主安全带回 是 公主 我身上有伤 你先自己回去吧 萧尹函 萧尹函 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 但现在我真的改过自信了 还有就是 是 我觉得你不应该被我困在公主府 回去我会将父皇秉明 将你提拔 让你入乌从军 为国效力 我相信 未来你一定能成为 世人景仰的大将军 是他们 在这儿在这儿 快去 我们在哪儿 不会吧 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公主 江东岭 是你们吗 自己人 太好了 我们得救了 公主 皇上 公主回来了 云丽 你总算回来了 担心死父皇了 父皇 世儿臣不好 让您担心啊 你没事吧 刚刚在狩猎场上 没见到你们 我生怕你出了什么意外 我还担心了好久呢 你少在这儿假惺惺的 狩猎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怕是没人比你更清楚了 公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父皇 有人想杀了儿臣 只萧尹函替我挡了一件 好在没有伤及要害 至于那些行凶之人 既为万事俱备 所以得以忘形 甚至说出背后买通他们之人 是谁如此难 是何人买凶啊 是 禀陛下 我已杀手缠斗时 曾发现其手必有刺青 是灰狼的毒 萧尹还明明知道是白阴阴满胸 为什么不指认他 灰狼 莫不是西北山上 杀人如草劫的流口马匪 不错 这群劫匪指认前在 不管这幕后之人是谁 此番伤及公主 更是有所房间威严 所以暑假请命 前往西北山上荡兵流口 盘大理一片安宁 此时只认白阴阴也没有证据 剿匪平乱 正是萧义涵成为将军的逼经者 儿臣复义 儿臣想请父皇 准许萧义涵带兵脚 以保大理百姓安全 好 不愧是朕的女儿 萧义涵 保护公主有功 又有如此胆识与气魄 待明日送别外臣后 朕便准你前去剿匪 末将领命 公主 你来了 你明知那日在猎场上 派人暗杀你的人就是白莺莺 你为何还要骗她呢 公主可有证据 人证无证都没有 只会让她起一心 那西北山上的匪国就有证据吗 你现在身体都不管了 还要去剿匪 你再这样下去真的会没有命的 公主是在担心我 那当然是啊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属下只是想凭自己的本事去正德军功 而并非要公主开口去获得什么 更何况 什么 我不会离开公主府 更不会离开你 随你 我 我先去睡了 随你 你 咱们 真好 我的 ила 词 storyt非 我们 恶 和 Im 成为了大将军 我就有机会 一直陪在你身边 他竟然是为了我 小哥哥 还好赶上了为你送行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糕点 你路上记得吃 白小姐 末将奉皇命带兵剿匪 时间紧迫 无福享受这精美的糕点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也该走了 中将士 随我出征 是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你就吃一块吧 是啊萧统领 我们小姐的一番心意 你就不要推辞了 萧义涵 苏云黎 又是苏云黎 你怎么来了 嗯 此番你前妻剿匪 休想万番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这个是我特意为你去求的平安符 很灵验的 可以保你平安 公主的意思是 希望我平安归来 那是自然 你是本公的贴身侍卫 此番是凤皇命前去剿匪 你若是出了什么差池 本公主也颜面尽失 你莫多想 好 臣定不辱命 好了 一到时辰 臣现在就得出发 走 萧义涵 这下我看还有谁为你 虽然和你 小养涵 我渴了 给我添茶 满 像 萧义涵 都已经去剿匪了 死云黎 你在想什么呢 小语还有虫子 公主这是怎么了 公主看错了 是个石子 萧统领前去剿匪了 你有什么事和奴婢就好 好 我知道了 你退下吧 没有萧丫 不过怎么办 小姐莫要气馁 那公主定是用权势压着萧统领 待萧统领剿匪归来 借师家封将军 那时自然就不用 被那无德无行的公主左右了 还不够 我要再帮她一把才行 听闻这日早朝来报 说匪徒娼娟 利用帝氏将萧统领 一些人困在了山上 想要将萧统领活活困死 你们在说什么 萧遗憾怎么了 奴婢也只是听说 不敢妄言 萧统领福大命大 更何况 那山上还有一条小路 兴许萧统领逃出来了 也未可知 小路 事情都办妥了吗 放心 公主担忧萧统领安危 已经全然信了我的话 去支援萧统领呢 办得好 这条小路 直通匪徒大营 这次 我倒要看看 她要如何逃脱 萧遗憾是我公主府的人 此番她是凤凰命前去剿匪 如今她与难 我公主府自然不可能 坐视不管 尔等可愿意与我一同 上山去支援萧遗憾 回公主 本就是那萧遗憾 什么影响 非要去剿匪 将整个公主府 都置于险境 现在她出了事 总不能再叫大家 处理她犯行了 说得没错 确实 萧遗憾若凭了马匪 我等就真的服了她 以后为萧统领 马首示战 不然 谁能为她卖命 公主若真是救人心切 大可以去求陛下派遣援兵 就不要为难府中将士了 这万一出了事 可都是人命啊 好 本公主知道了 你们都退下吧 是 小姐 听闻黄世锐等人 不愿意随苏云离同去 看来她是打算只身前往了 那不正好 苏云离 这条黄泉路可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 你就一路走好吧 杀 这群山匪已经是强弩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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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你们一群人拦不住 养你们吃干饭呢吗 我 放开我 公主 公主好久不见哪 公主好久不见哪 各位壮士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啊 公主好胆色了呀 孤身一人 就敢长驱直入 我们马匪大营 当真以为老子不敢抓了你 大哥 我说我是走错路了 你信吗 小废话 闭嘴 这萧义涵 直攻而上 大家都很卑 公主主动送上门来 真是天助我也呀 你想干嘛 我想干嘛 公主 等会儿就知道 儿等马匪 多行不易之事 任人得而诛之 现在放下武器 我可以饶你们一条性命 否则 别怪我刀剑无言 萧统领 好大的口气 萧统领 你好大的口气 公主 萧统领 想凭了我们 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放开它 萧统领 萧统领 你别管我 你快走 萧统领 恐怕你还没有分清局势 该束手就擒的人 应该是你 你要是感动它一下 我就为了你 留给你的时间 你多了 要么 你放下你手上的武器 要么 就替苏云黎收拾你 萧统领 萧统领 别管我 你不要听她的 不要啊 萧统领 你不是想救她吗 我们这群人 都是一条烂命 萧统领 死的时候 能有大骊国 最尊贵的公主 给我做垫背 老子也不亏 好 我放 萧统领 别管我 你不要听她的 不要啊 现在可以放人了吧 现在可以放人了吧 干什么 萧统领 公主 属下作为 您的贴身侍卫 定会护你周知 属下说到做到 好啊 萧统领 这些时日 你杀了我不少弟兄 老子这回 要点利息 给我跪下 不要 不要 好 跪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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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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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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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礼 无礼 老子能不更无礼 放开我 要是敢动他我定要你凑骨扬灰 今儿个 当着萧总领面 郎堂公主众兄弟都尝尝些 兄弟们说好不好 好 谢老子啦 你要是敢动他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老子有什么不敢 兄弟们 上 公主的衣服就是香啊 是吗 为我们 是弥香 看好了 这个就是你们这救活难的切冰符 我看你这救活了 兄弟们 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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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肥 我跟你说 我不许再开这种玩笑 虽然我们是零外号 但是你万一真的出了危险结果 哎呀 好了好了 不要再入锁 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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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乙孩 你还好吗 那头目已死 还不快乖乖投降 我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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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到哪儿了小义涵 严不严重 你竟然一直都待在身上 公主求的平安符 果真够灵验 太好了 没事就好 刚才真的吓死我了 公主恕罪 还请公主责罚 那本公主就罚你 罚你 孙怨 公主 云玲 苏云玲 水 男朋友 宫主 你说什么 本宫爱慕将军已久 还望将军成情 宋云云 你还是趁早死这条心吧 我和小雨寒才是天造地设的一段 没错 所以我看见你九宫死 你这个黄奕无道的后国公主 宫主 是我呀 小雨寒 我不是苏月丽 我和小雨寒之间会不一样 经历了这么多 也是时候跨出这一步 出现我自己的气色 公主是不是做了梦了 别怕 只要有我在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小雨 我有话想跟你说 正好 我也有话想要对你说 那我先说 我喜欢你 因为一场噩梦 我一直让自己离你远远的 甚至还想把你推给白莺莺莺 直到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 我才发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哪怕让我付出我自己所有的生命也没有关系 我喜欢你 我想要 你只属于我自己一个人 我说完了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就别当真了 我当真了 公主口中的噩梦 何尝不也是一直困扰着我 但前程往事 又有谁能说得清 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事情 继续错下去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我喜欢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眼里 我的心里全都是你 公主殿下 你是否想好了 真的要和我在一起吗 是是是 我已经决定好了 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等一下 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只要我能做得到的 我肯定都答应你 我呢 心眼儿比较小 我不希望看到你的院子里 还有其他的难处 以及你在外面的蓝颜知己 我献你在三天时间 给我清理掉 否则 我就要动用武力了 好 我一定尽快减散了他们 等一下 还有 公主府中有一些不好的风气 全部必须要换一换 贵重的物品 都捐一据 还有 以后府里的开销 都得给我降一降 有问题吗 我现在反悔 还来得及吗 怎么 你不愿意 愿意愿意 我明天就出去挖野菜 煮白粥 做一个清贫的表率 好不好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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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呀 好 还有什么 你都告诉我 只要我能做得到的 本公主 绝无二话 当真绝无二话 当然了 你说 他又没死 他怎么总是那么命大 小姐 不仅如此 萧同龄 好像还和苏云黎之间 更亲密了 你说 他会不会来找小姐麻烦呀 麻烦 谁有麻烦 还不一定呢 萧同龄 此番平定麻匪 结了百姓之威 国之祸患 朕就下旨 为卿 加封为将军 臣 临止线 萧将军 可还想要些 什么其他封赏 如今我加封将军 便没得上远离了 祝我此事求取 臣 陛下 萧将军少年英雄 此番平定麻匪有功 音音一早便寻了臣妾 在相府给将军准备了庆功宴 还望陛下应养 有心了 既如此 别这么办吧 谢陛下 萧义涵呢 回公主 刚刚传来消息 萧同龄获了风赏 现下要叫萧将军了 太好了 你快去把本公主 最漂亮的衣服拿出来 一会儿萧义涵回来了 我要亲自给他庆祝 公主 给萧将军庆祝这事 倒也不急于一时 什么意思 奴婢听说 相府的白小姐 主动请营给萧将军办庆功宴呢 许是萧将军 人现在就在相府呢 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回过来 又是这个白莹莹 好啊 既然她主动提出来 要给萧义涵办庆功宴 那咱们也去搓搓热 那些事 我还没有找她算过账 走 萧将军 这杯敬萧将军 以后飞黄腾达了 可别忘了各位啊 太好了 在朝中 还得多仰仗各位提携才是 萧将军少年英雄 如今又功名傍身 现在也该谈谈终身大事 萧将军 平定马匪 为百姓造福 营营仰慕将军已见 还望将军垂脸 萧将军 营营可是每天都在念叨着您 不如 本贵妃就做主了 成了这桩喜事 大家说 好不好啊 这门妻事 本公主不同意 见到公主 还不行礼 参见公主 拜见公主 各位爱卿快快请起 各位大臣 可都是大骊国的功臣 不必对我行此大礼 你也知道 本公主说的是让各位大臣起 我让你起来了吗 你 你敢耍我 你敢打我 区区臣女也敢对公主不敬 打的就是你 苏云林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你未免太过分了吧你 白贵妃 白贵妃您要是聪明的话 就要懂得气躯保帅 说不定下一巴掌 落在的就是你的脸上 放肆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 白家能如此猖狂 背后少不了贵妃娘娘的支持 尤其是后宫干政 要是真惹恼了我 恐怕你这贵妃娘娘的位置 也不保了 大胆逆女 还不赶紧给公主道歉 臣女之错 还望公主开恩 白小姐 你说你错了 不如就当着各位大臣的面说说 你错在哪了 莺莺不知怎么得罪了公主 公主如此寻我不痛快 若是因为萧将军 公主府中难重已无数 又何必要同臣女抢夺将军呢 公主寻我不痛快便也罢了 但万一折损了将军的颜面呢 我们这个公主确实得行有失啊 公主豢养面首一事 我也有错耳闻 各位大臣说够了吗 小心祸从口出啊 臣女自知身份不如公主 但这关乎萧将军的颜面 还望公主三思啊 看来白小姐 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 不如本公主帮你回忆回忆 白小姐故意谋害本公主也就算了 可是她勾结马匪想置我于死地 此乃谋逆之罪 是要诛连九族的 臣女不知公主在说什么 还敢不认 臣女不知公主在说什么 你还敢否认 不可能 莹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贵妃你有所不知 在萧将军前去平定马匪之时 白莹莹则想勾结马匪 指本公主于死地 这不可能 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那婢女可都是全招了 这信件就在此 至于是或者不是 自己以验便知 什么信件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谋逆可是大嘴 不如本将军亲自做主 将白小姐送去狱中 刑罚之时 似会说真话 萧将军 你不要被苏云林蛊惑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都知道的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骗你啊 白小姐 若真觉得自己没错的话 可又为什么心虚地 把信件吃掉呢 舍花告诉 这信件 不过就是一张白纸罢 你诈我 这一巴掌 是本公主赏你的 尊卑有别 若真想处置你 何必绕这么大一圈 这一巴掌 是告诉你做人安分的 否则 小心你的脑袋 臣女之错 还望公主开恩 臣女之错 还望公主开恩 今天是本公主和白小姐的私人恩怨 无意冲撞各位大臣 还请各位大臣 千万不要乱嚼舌根才是 公主放心 臣什么也没看见 白贵妃 你管理后宫实属不易 但若是继续放任白莺莺不管 若真让本公主生气了 真找出了这珠连九族的大罪 你逃得了吗 白莺莺 行为不端 本公罚她闭门思过 好好反省 如此甚好 把她给我拖下去 我冤枉了 不要 萧将军评判有功 本公主已在公主府内设好了宴席 各位请一步去公主府 这相府啊 会喜 我的萧侍卫如生成了萧将军 本公主自然是要亲自庆祝 是本将军的荣幸 公主 你没事吧 萧依涵 我问你 你是更喜欢我举办的秦宫宴 还是更喜欢白莺莺举办的呢 公主觉得呢 自然是 是 你还是别说了 我怕我听到什么 我不想听的 只要是你做的 不管是什么 我都喜欢 你知道吗 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这个距离 还拿了一个恶毒女配的剧本 我每天都在脾心掉胆的过日子 你懂吗 你不懂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答应你的我都做到了 我把黄良他们 都选了好归宿 都潜出府去了 你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不会伤害你的 公主 此生 我一定好好待你 贱人 小姐 你别气坏了身子 好歹也吃一点吧 苏云黎让我当众出仇 说什么这个仇我也要报回来 对了小姐 说到机会 奴婢刚刚在丞相老爷那里听说 莫拉国使臣回国之后 有意和大黎建交 不日 莫拉国王子便与大黎国和亲 当真 若没听错 三日后 莫拉国王子便会前来 真是天助我爷 让莫拉国王子和苏云黎去和亲 他身为一国公主 岂有抗旨的道理 这样 萧亦涵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小姐英明 俊逸晗 你 不要 小遗憾 今天我很开心 那你 想不想以后每天都这么开心 嗯 明天我打算进宫面圣 向陛下提亲 各位爱卿 有本起奏 无本便退朝吧 陛下 臣有一事 小爱卿还有何事要揍啊 陈祥 莫拉国王子到 莫拉国王子进屋 拜见陛下 王子快快请起 我国使臣回国后 跟我和父王说了大骊国的风土人情 本王子心向往之 为了两国的友好结邦 此次特意前来 有一事还望陛下成全 王子 但说无妨 只要是朕能办到 为了两国邦交 定竭尽全力 为竭两国之好 莫拉国 希望能和大骊 结亲 哈哈哈哈 好事一桩啊 自古两国 自古两国邦交 多为美谈 明日 朕便吩咐下去 我大骊国的贵女 任凭王子挑选 陛下不用麻烦了 本王子心里 已经有了人选 哦 不知是哪家的贵女 能得到王子的青睐啊 本王子不才 求娶大骊国公主 苏云黎 求娶大骊国公主 苏云黎 你说什么 你要娶我 不行 堂堂大殿之上 陛下还尚未开口 区区臣子 岂有插话的道理 以下犯上 这大骊国 便是这般规矩吗 陛下 臣绝无死意 但是公主 绝不能嫁 放肆 王子 和亲自然是好事 父皇 莫拉国王子 初来乍到 两国邦交之事 不急于一时 此事 还需从长计议 公主这些拖延之词 可是觉得本王子 配不上你 大骊国若是如此 不将莫拉国 放在眼里 更何况我莫拉国 可是以三座城市为聘 陛下 你可要想好了 儿臣非萧将军不嫁 与莫拉国联姻 相当于白宋的国土 这萧乙涵到底是个武夫 指望不上 自古以来 公主和亲 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事 朕平日里对你无比骄纵 现在也是你为我大骊国 子民出力的时候了 父皇 儿臣不想嫁给 莫拉国王子 就是为了两国邦交 为了黎民百姓 公主何出此言 王子初来乍到 可能还不了解 我性格脾气 我国使臣 已经将公主的事迹 都告知了本王子 公主是乃奇女子也 本王子听闻之后 心向往之 今日见了公主 更是花容月貌 本王子 对于此次 两国联姻之事 势在必得 好 如果王子不介意 我给你戴 一二三四五六 上百上千顶绿帽子的话 你大可以把我迎娶 回莫拉国 公主好端端的 提这个干嘛 国丑不可外扬 公主方才所说 是为何意 那使臣在我大骊 待了不过区区几日 我身为公主 当然是要 装装样子 做做表率 所以她看到的 不过就是我 装出来的假象罢了 实际上的我 实际的你 又是怎样呢 实际的你 又是怎样呢 实际上的我 臭名昭彰 欢迎无道 娇奢淫逸 无恙的面首和男宠 加起来 可绕大理两圈 任谁取了我 那头顶上 可是一整片的 青青草原 王子若不信的话 大可以问问 我这举国上下的 臣子和黎民百姓 我呀 就是个出了名的 混账公主 绝对没有 诶骗王子的意思 况且 这大殿上 就有我的一位秦郎 王子还要娶我不成 你 你 成何体统 好 甚好 两国邦交需联谊一事 本就是我父王的意思 公主如此自由洒脱 想必婚后 也不会像寻常妇人一样 整日纠缠夫婿 寻死秘密 正好 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何乐不为啊 陛下 金屋 非公主不娶 否则 我莫拉过也不是好惹的 王子好大的口气啊 此番前来 不像是邦交 更像是来宣战的 金屋不敢 只是我贵为莫拉国的王子 诚心求去公主 若是大骊国 如此不顾我莫拉国的脸面 想必两国邦交 也见不长云 身为王子 一心所求 竟是自己的颜面 却不顾家国子民 况且 我大骊国也不是吃素的 要是你们莫拉国真心来烦 我萧以涵必定会带领大骊国的每一位将士 守住边疆的每一寸疆土 不信 王子可以试试看 好了 王子周车劳顿 来者是客 不如先歇息片刻 至于求取一事 我大骊国的公主 也不是那么容易随便轻松能取的 父皇 您愿意收回成命 既然 莫拉国王子和萧将军 都对银礼有益 那朕 特此举办擂台 夺擂者 便可迎娶公主 我同意 臣 也同意 得 当事人的意见 根本就不重要 小义涵 你听我跟你说 我 你放心 索云林 你只能嫁给我 小义涵 不管你是输是赢 这辈子 我非你不嫁 这位莫拉国王子 初来乍到 却直奔主题 我总觉得 他是奔着我来的 不管他打什么主意 哪怕我带兵凭了莫拉国 我也绝不会让你成为 两国邦交的牺牲品 嗯 我相信你 臣女见过王子 不知王子此番 是否得偿所愿了 嗯 那萧将军 甚是难缠 不过大骊皇帝 已经承诺要举办擂台赛 只要本王拿得头筹 这苏云林 就是我 王子勇猛 定能拿下头筹 你说只要本王 成功让苏云林 前去和亲 就愿意帮莫拉国 传递消息 此话作数 此事作数 好 苏云林 这次你跑不掉了 嗯 擂台赛共分三场 三局两胜 今日第一场 视为五斗 一炷香的时辰内 谁能先摘得绣球 即为赢家 擂台赛现在开始 起 刷架 第一局武斗 莫拉国金屋王子胜 第一局武斗 莫拉国金屋王子胜 王公公 金屋王子谁诈 这局成器不能做数 萧将军 您领兵打仗 难道不知道兵不厌仗 就算是耍仗 能赢 那也是本王子的本事 王子所言极是 萧将军与其继续争论不休 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赢下来后面的比赛 臣女就先祝贺公主 要远嫁莫拉国了 白小姐未免高兴得太早了点 难道你就不好奇 这金屋王子为何要对你紧追不放吗 金屋 是你 苏云黎 这次你是赢不了的 第二场比赛 文斗 这次文斗 拼的是运气和谋略 还请公主和相府小姐 上台帮忙 切记内容 不要让别人看到 还请萧将军和金屋王子 在上面分别选一张信件 这是何意 诸位 听清楚规则 公主和白小姐两个人 一个只能说真话 一个只能说假话 而萧将军和金屋王子 则一人睁眼 一人闭眼 睁眼的那位 随即拿起一枚棋子 让闭眼的猜 闭眼的 可以询问公主 和白小姐当中的一人 并通过她的回答 推测出这枚棋子的颜色 猜中则闭眼者赢 猜错 则睁眼者赢 这对闭眼玩家 也太不友好了吧 所以说 这局拼的不只是谋略 还有运气 各位准备好了吗 萧将军 恐怕阵轮过后 就不用再比了吧 谁能笑到最后 还不一定呢 金屋王子可是选定了 我选好了 好 现在萧将军可以选择一人问话 你选谁 萧影还不要选我 求求了千万不要选我 我只能说假话 千万别选我 萧影还应该不会选我 他最好不要选我 我只能说真话的话 岂不是帮了他 我选公主 萧将军请吧 你只有一次问话的机会 萧将军不用再挣扎了 你不如直接蒙一下黑子还是白子 起码还有一半的概念 谁说只有一半 这一局 我一定赢 萧将军请问 请问公主 属下手中的这枚棋子 如果是白莺莺选的话 她会是什么意思 白莺莺是说真话的 她会说是黑子 但是我只能说假话 所以我还是只能说 这可是白子 下个不管了 这两局都输了 大不了我就和萧义函私奔 是白色 我手中这枚棋子 它是 黑色 这不可能 你作弊啊 王公公 这局我赢了 算你运气好 我靠的可不是运气 我靠运气 难不成你是通过公主的答案 才出来的 当然 我知道了 萧义涵问的是 我旁边的人是什么颜色 我知晓白小姐会说黑色 如果我抽中的是假话的话 那么我一定会说这枚棋子是白色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嗯 是啊 如果你抽中的是真话 那你旁边的人说假话 也一定会说成白色 你的答案一定是白色 没错 所以反过来推 这枚棋子它便是黑色 所以我靠的并不是运气 这一局 是我赢了 第二局 萧将军胜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 公主放心 第三局 我无论如何都会赢下来 嗯 我相信你 公主 金屋王子还在呢 你这样 不合情理吧 白小姐 现在是一比一打平 若是萧义涵赢了的话 就是我名义上的夫君了 到时 一定请你喝喜酒 明日将会进行第三轮的比评 可以持兵器进行比评 谁先跌落擂台便是失败 请各位拭目以待吧 王子比拼辛苦了 音音先敬您一杯 白小姐 白小姐 如此善解人意 本王 甚至都想换人秋娶了 王子哪里的话 音音不过是一介臣女 自然配不上您 不如您在这休息 一会儿 音音便来叫您 好 本王 确实有一点热了 就在此 休息片刻 音音先告退 酒里被我下了烈性的崔禽药 等下我把苏云梨带过来 届时亮他也跑不了 公主 公主 慌慌张张 成何体统 有什么事 快说 公主 您快去看看吧 萧将军似乎是发了高烧 嘴里一直说着胡话 一直想见您呢 怎么回事 在哪 快带我去 就来 师妹 小夕 一会儿将陛下和娘娘 离众大臣们全都带过来 我倒要让所有人都看看 苏云梨荒芸无道的样子 到时候 就不是他想不想 嫁莫拉国的事了 小姐真是聪明 奴婢这就去 你去吧 我过去瞧瞧 免得再出什么差错 公主 就是这儿 您快去看看吧 这不是莫拉国服饰特有的文物吗 看来里面有差 公主 您愣着做什么呀 快进去啊 再不进去 萧将军恐怕就不行了 我头上的金钗怎么不见了 刚刚来的路上明明是有两个的 这可是父皇御寺的金钗 丢了可不得了 可能是在刚刚来的路上 不小心弄丢了 你快帮我一起找找 行 公主 你这是做什么呀 听我的命令行事 否则 我不仅能要你的命 一声令下 便可诛你脚足 白小姐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白小姐 你有没有搞错 金吾王子并不住在这儿 公主来了 没见着人 就走了 不可能啊 她明明在这里 那白小姐不信的话 你过去看看吧 万一金吾王子跑了出去 金吾王子种了我的烈心崔情药 万一跑了出去 在这蝗虫惹难你为贵人 深究起来可就坏了 王子 你怎么在这里 你先放开我 我帮你去叫公主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好热 宝王好热 跟着宝王 宝王不会亏待你的 不要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陛下 娘娘 就是这里 奴婢不敢妄言公主 所以只好请陛下 娘娘和将军亲自前去一探究竟了 公主他到底怎么了 你给我说清楚 将军就不要再逼奴婢了 公主 公主向来喜爱难色 但这毕竟是宫里 更何况 莫拉郭王子还在 奴婢实在没有办法 这才叫陛下前来主持大局 你将我父皇请来 是要主持什么大局啊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不在这儿 应该在哪儿呢 难不成 在房间里 奴婢不敢 没事吧 我没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父皇 这恐怕就要问带大家来的婢女了 我没记错的话 你是白莺莺的贴身侍女吧 你家主子白莺莺呢 白小姐 本王会对你负责的 你不要跟着我 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原来白小姐在这里 和金屋王子 怎么会啊 小姐 怎么是你啊 怎么会这样 不是她 那能是谁呢 你一个侍女 信誓旦旦 模棱两可地 带着地下娘娘 萧江子 和一众臣子来到此处 不就是为了捉尖吗 怎么样 这个尖 捉得如何 苏云里 一定是你在害我 对不对 你想做什么 这中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金屋 你好大的胆子 你以仗莫拉国王子的身份 向朕求娶公主 被地理 在我大骊国皇城 行苟且不堪之事 当真以为我大骊国 没人了吗 陛下开恩呢 陛下开恩呢 盈盈做出这种 伤风伴俗 大逆不道之事 臣妾定会狠狠地惩罚她 严加的管教 白贵妃好大的口气啊 白英英是皇权于无物 明知道金屋王子此番前来 是求本公主和亲 他却无视两国邦交于百姓 还私下去勾引金屋王子 酿成大作 说因死瘾的两国开战 这后果 岂是贵妃娘娘一去 带回去好好领罚 可以承受得住的 是你 是你想害我对不对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混账东西 你想死 别连累本宫 连累整个白家 公主所言极是 白英英大逆不道 淫乱不堪 世官两国颜面 是留不得了 陛下开恩呢 陛下 父皇 世官两国邦交 见血总是不好 白英英的命 且可一流 公主 这是什么意思 白英英的命 能否留下 就跟金屋王子 怎么做 没错 此事 此事一定还有 转环的机会 请陛下 看在两国邦交的份上 听我一眼 你起来回话 这白小姐 如今是本王的人了 本王不再参与 第三轮擂胎比拼 但两国联姻 势在必行 本王愿求娶白小姐 嫁入莫拉国 不 我不要嫁到莫拉国 我不要嫁给金屋王子 是苏玉林 一定是苏玉林 如果没有苏玉林 就是我的 白小姐慎言 即便没有芸梨 我和你也不会 有任何关系 你一厢情愿 一而再再而三地 去陷害芸梨 如今作茧自负 也该自食恶国了 苏玉林他有什么好 大力国的人都知道 他荒淫无道 人人皆知 他到底比我哪里好了 是 芸梨在大骊国的名声 的确不好 我不要面子的嘛 但是 又有何人真正的了解过他 众人只知道 他养了无数的男宠 却不知道 他养的那些全都是流离失所之人 之所以夜夜升歌 是因为学习秦义傍身 你怎么知道 如今公主府的那些所谓的男宠 都成为了皇城最好的顶级的乐师 公主顶着乌鸣 是不想澄清过后 让那些乐师平白遭受无辜的骂名 原来是我们错怪公主了 是啊 是啊 主持 没想到公主是真的好人哪 麻烦肆虐 百姓名不聊生 是公主变卖了府中的钱财 以官府的名义去施州行善 陈娇匪过后 公主还变卖了不少的首饰补贴给受伤的将士 敢问在场的诸位 又有谁可以做得到 不 这不可能我不相信 白莺莺 你连公主的一根脚直到都比不上 又有什么资格想要踩在公主的头上 让本将军亲爱于你 你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 一定是苏玉玲 苏玉玲给你洗了什么脑 小一孩 我对你这么好 你对得起我吗 明晚不灵 陛下 这是最烈的崔情妖 是方才从白小姐身上掉下来的 想必这一切都是白小姐所为 如此行事败坏两国邦交 当诸求苏 白莺莺 你还要何话说 陛下 陛下饶命 臣女愿意为了两国邦交 嫁给莫拉国王子 还望陛下网开一面 求陛下开恩 就将白小姐赐给本王吧 既如此 传朕旨意 奉白莺莺为御方郡主 三日后和亲莫拉国 谢陛下 谢陛下 大骊国近年不太平 贵妃便替朕 前去礼佛三年 为大骊国祈福吧 也好静静心 修修身 臣界遵旨 日后定会好生对待王子 王子这是做什么 我呸 你算什么东西 如此设计本王 就会这么算了吗 王子你知道的 这并非是我本意 娶你这种女人回去 本王子要被国民笑掉大哑 保你一命 已经是本王念在两国邦交 网开一面了 你就安稳地做你的妾室吧 妾室 我可是欲方巨主啊 我怎么能做妾呢 你这种女人 连妾室都抬训你了 秦汪王子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不能这么对我 真是晦气 陛下 肖将军还有何事啊 陛下可还记得 擂台赛一事 是啊 父皇 刚刚金翁王子 亲口承认了弃权的事 这么多大臣可都听见了 萧乙涵 可就是擂台大赛的冠军啊 您今口预言设的擂台赛 可不能说话不算说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假人啊 女儿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 毕竟萧将军少年英雄 意气风发 多的是人喜欢 万一要是在出现什么 小姐 李小姐 王小姐的 女儿怎么说得了啊 公主放心 我萧乙涵 此生只认定你一人 非你不娶 我也非你不嫁 好了 朕惊口预言 自然是说话算话 朕宣布 太好了 此次擂台赛 肖将军拔得头筹 封为驾马 不日迎娶公主 谢陛下 张 linking 你什么东西 莹莹呢 这个呀 这个可是白燕燕 给青雾王子下的烈性魅药 小将军 想不想今晚试试啊 我 现在就要